哈喽大家好,这里是画师萌 这期就来教宝贝们up的老本孩 画一个Q版人物头像吧 那新提示,本期的教程非常简单 宝贝们可以拿上随身的笔和纸跟着up一起画 首先是大致的标注几个点画一个圆 打上十字线 在位于圆的下半部45度角 稍微再往内侧一点的位置上定个点 跟我们一样在圈圈里定这五个点 然后用曲线把这几个点连接上 脸颊的位置这个点不能直接连接 要有一点内凹的感觉 用橡皮擦在连接处擦一下下 要有那种断线的感觉 让脸蛋更Q弹可爱 然后在这个位置画上我们人物的耳朵 在十字线下半部分取一个中间点 画一条横线 再分别取它们的中间点定瞳孔的位置 作为中心点画出我们的眉毛和下眼瞼 下眼瞼同一水平上的中心点就是鼻子的位置 鼻子画不画都可以 鼻子到下巴的位置就是我们人物嘴巴的位置 下眼瞼和嘴巴的中间部分都可以用橡皮擦 或者直接用线条做出这种断线的效果 大概眼睛往上一个眼瞳的位置 就是我们人物的眉毛啦 接下来宝贝们就可以把辅助线擦掉 刻画一个我们Q版人物的面部细节 眼睛也是我们之前说过的那种层层递进的效果 从上往下由深到浅 眉毛的边缘也可以多留一些笔触 还可以画上一点三红 点上两个点 眼瞳点上我们的高光 眼瞳没有太多的限制 宝贝们可以自由发挥 嘴巴也可以换成这种张开的露点小牙齿 显得人物比较活活可爱 头发也没什么难度 看宝贝们喜欢什么发型就画什么发型 或者跟着我们一起画 接近眼睛部分的刘海 画的虚异点 可以把发块的交叉处涂深一点 后面的就直接涂黑 加强头发的前后关系 给头发涂个浅浅的底色 画一圈高光 一个Q版的人物头像就完成啦 那么本季的绘画小科普就结束了 如果宝贝们有什么想学或者想知道的绘画小知识 可以打在评论上或者加我们的交流群 或许你的问题就会是我们下一期的选题 记得长按点赞加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